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高僧的开始 要想五福临门只需做到这四点 一起来听 五福临门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一个喜庆词语 其最早出自上书红饭篇 原文一约寿二约富三约康宁四约优好德五约考忠命 翻译过来就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忠 这五条也是中国古代鲜明衡量一个人幸福指数的一个标准 长寿就是生命不亦夭折而绵长 其富贵一词富与贵是两回事 富是指有钱而贵是指有社会地位 康宁是指心灵健康精神富足 浩德是生性仁慈且宽厚 善忠是指没有病痛心无挂碍的离开人世 大众且是看当今之社会 有多少人长寿却不富贵 有多少人富贵却不长寿 有的人有钱却没有被人尊重的社会地位 有的人有被人尊重的地位但却缺钱 有的人富贵一生却精神痛苦心灵缺失 有的人荣华富贵享受各种光环却被病痛折磨 而一个人真正一生身体长寿 财务充盈精神富足 最后还能无牵挂地离去的人 真的是很少很少 如果问其原因究竟是为什么 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由素世轮回的因果业障导致 另一个就是看其人今生有没有结下 五福中第四福浩德的善根 天书上向诸葛先师起化真经有云 凡臣苦乐不齐而顺逆亦不同 楚顺何足喜楚逆何足忧 皆是因果所系 莫怨苍天不辞 荣枯得失循环报应无差 贵贱受邀生死轮回有定 诸葛先师已经告诫我们 生在再穷困的人家 也不要抱怨上苍的不仁慈 这都是我们前世种种 善恶因果不同所导致 前世所导致的因果知识 我们要想解决突破宿命的束缚 主席曾经说过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一个人要想突破宿命的束缚 需要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 共同破解才可以 举个例子 假如一个人八字显示其短命 要是一般江湖的八字先生 遇到这种情况 可能就避而不谈了 但作为修道之人 如果跟批八字的人一样 那就太打祖师爷的脸了 一个人如果八字显示短命 必定是有因果在里面的 可能他前世杀过人 累世的冤亲债主 肯定不会放过他 所谓内在因素破解 就是教化他 重重的积累德行 与在神前诵经忏悔 化解冤亲债主的怨气 而外在破解 就是通过神力加持 这个是欺人所办不到的 由道士来做 还因债 送替身 众生机 做道场都可以 道教是积极乐生的宗教 道人的职责就是 教化吉凶 救济众生 切莫以人生 皆为虚幻着相的逻辑 来麻痹众生 所以 我认为大众要想脱离 宿命的束缚收获福报 最重要的就是自身的 精进修耻 除此之外 亦需要借助神灵之力 要想获得圆满大福报人生 分四步 一 约因果则福 知因果还因债 如果势途不顺 生活坎坷等等 人生不如意事情出现时 应当立即偿还 因债来 攘灾解恶 道藏书云 一切众生命属天曹 身帝府 当得人身之日 曾与帝府所属名思借贷 陆库受生钱财 凡在生时 父亲借贷者 为人富贵 健康无灾 富欠名思者 在世穷乏多病多灾 世人富贵贫贱之别 皆因 名官阳禄 填因债之始然 经文认为 当生之先 没以为灵魂在天曹地府 都曾许愿 来世 当受生人之时 需要还本命银钱 按经典记载 还受生债后 可得现世安乐 出入平安通达 愿望达成 极无不利 自由 本命心官 垂护必有 过世之时 不识人身 文武心灵 财心路心 安乐长寿 不值恶缘等等益处 二 约智慧 则福 即归三宝也 全真王长岳祖师 在龙门心法中 有云 三宝者 道经师也 道本虚空 无形无名 非经不可以明道 道在经中 幽深微妙 非师不能得其理 若不归一三宝 必至轮回邪道 颠倒沉迷 凡修真学道之事 至心归命者 虚作难遭之想 第一归一 无上道宝 当愿众生 尝试天尊 求托轮回 第二归一 天上经宝 当愿众生 生生世世 得文正法 第三归一 无上世宝 当愿众生 学罪上乘 不落邪见 我曾经听一位前辈 为我开示过 他讲到 我们学到 如果没有归一三宝之心 那就与正法无缘 归一三宝 犹如江河湖海 你找到这个支流 并归一它 就会慢慢找到 智慧的大海 我请问大众 你在异国他乡 被外人欺负了 你是找中国人 还是找印度人呢 道教之神 乃中华民族之祖先神 所以说归一 乃是我们中华儿女 回归老祖宗怀抱的开端 也是收获幸福人生的开端 三 约诵经则福 丘祖忏悔文 开篇即曰 经功耗力不思议 诵经的功德福报 确实是非常大 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试看当今社会 讲道观的人 不是求财求利 就是对神通法术感兴趣 如果显灵了就高兴 不灵就埋怨神灵 诸位在感慨 自身命运不顺之时 想过读过几本 太上感应片呢 或者太上老君 常清静经 其实我们在诵经的过程 也是一个不断发明本心的过程 现在不理解很正常 一定要坚持住 终有破明开悟 收获福报的一天 四 约功德则福 这就是五福之中的浩德 天书上相诸葛先师 启华真经有云 若能乐道不倦 寄人之急 蓄人之困 善功圆满 可得果位 贫贱之人 一生劳碌 谋生乏术 奔走四方 皆是前生待业而来 若能人苦耐劳 忏悔素叶 客己立人 见善勇为 行方便 修阴智 久久修持 敦功积德 自能门眉振起 并因子孙 昌龙也 我们心怀慈悲 济世之心 正极化人 已造福社会 利益众生的心态 从事各自行业 慢慢积累自己的德行 才是改变宿命论的根本 也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我们既然羡慕别人长寿 那么我们就不要杀生害命 我们羡慕别人富贵 我们就不要贪图他人钱财 正所谓 自己修德小福报 为大生修德大福报 有舍才能有德 小舍小德 大舍大德 不舍不得 五福之中 的确是一号德最为重要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鸡首归一 道尊前 痴心不敢 妄作先 长生不死 非无异 唯愿福报 满人间 福满人间 无知夙愿矣 曾有人问我 道教能发展成世界大宗教吗 信众太少了 不可能 我只回答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我们作为道家弟子 做事是不看结果的 我只知道 我是在利益大众 为传承我祖宗 留给我的智慧 做的是 会千古流芳 万古流芳的伟大事业 至于会不会真的千古流芳 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一名 特别普通的 二本大学生 去年因为感慨身边 很多同学 相继道德堕落 依然选择去 西山万寿公传渡 穿上了祖先 留给我的这身衣服 有很多人告诉我 理想不要太大 否则就是空想 其实我不想说什么 救国救民的空话大话 我们做事 只看过程 过程做好了 自然会出现相应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